哈喽大家好 我是厨房里的冰哥 今天整了两大坨牛肉 我们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你家的炒牛肉总是炒的老 对食物来说 嫩是一种口感 无论什么食物 嫩的原因就两个 首先食物的含水量要多 其次食物纤维的韧性要低 含水量高 韧性低的食物 吃起来就嫩 比如说豆腐或豆苗 都是口感很嫩的食品 所以你的牛肉炒老了 就两个原因 一你不会炒 把肉的水分炒干了 水汪汪的牛肉被你炒成牛肉干了 第二就是牛肉的本身韧性十足 上帝创造老牛是干活的 所以老牛的鸡肉很粗很暴力 下面我们做个实验 让各位看一看 牛肉是如何的与众不同 我准备了牛猪鸡和鱼肉 重量在100克左右 水开后我们煮10分钟 然后绿干秤重 计算百分比 通过计算 我们看到牛肉撕水最多 是41% 猪肉鸡肉不到30% 接着再看它们的韧性 鱼肉最差 一碰就碎了 鸡肉也不行 所以鸡肉要顺着切 猪肉就有点韧性了 要用点劲才撕得开 牛肉是最结实的 比猪肉费劲多了 下面我们扯两根肉丝 看肉的拉力有多大 用夹子夹住猪肉 然后掉起来 放到第三个硬币 猪肉就扯断了 牛肉就比较结实 放到五个硬币才被扯断了 所以想要牛肉炒得嫩 第一个关键字就是买 尽量选嫩的部位 主要是鲤脊肉 肉买对了 你就成功10%了 我今天买的是前腿肉 没有鲤脊肉嫩 而且筋筋有点多 所以想要把它炒嫩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切 切牛肉就两招 首先把筋筋去干净 用纯牛肉来炒 然后要横着切 把牛肉的纤维切断 这样切牛肉才炒得嫩 会买会切 然后就是会腌 腌牛肉的目的 就是增加牛肉的含水量 和降低牛肉的韧性 增加含水量很简单 加水就够了 很多人用嫩肉粉 或小苏打腌牛肉 这样做据说不好 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 目前市场上很多嫩肉粉 添加亚硝酸盐超标 用小苏打腌肉 吃多病痛容易早上门 有毒 冰戈都不怕 关键是 牛肉这样腌 把牛肉味搞没有了 我用的是抓揉法 这是一根加强版牛肉丝 我不停地揉 揉到16下 肉的韧性就没了 一咬就断了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做第二个试验 测试抓揉牛肉的口感 准备两份牛肉80克克 生粉水15克 第一碗 我们用筷子搅拌两分钟 用筷子搅拌 可以让牛肉吸收生粉水 但是很难改变牛肉丝的韧性 这一碗我们用手抓揉两分钟 手抓牛肉有三个好处 一 让牛肉更松散 吸水更多 二 使牛肉弯曲变形 韧性降低 三 挤出胶子 使牛肉滑嫩抠它 最后再倒点油拌匀 免得炒的时候粘解 这时可以看见 手抓肉比筷子肉更有连性 接着我就简单的把这两份肉炒熟 准备好两份油各10克 油中滴一点点水 方便控制油温 开火热锅倒油 等水分炸干后 倒入筷子牛肉 然后迅速摊平 等牛肉变色后再翻炒 翻炒到断生就出锅 用时72米 接着把手抓牛肉也炒好 两份牛肉从外观看 没什么区别 先整一块零号筷子肉 还好 咬得动 没什么特别的 勉强合格 再吃抓揉的 差别太明显了 抓揉过的牛肉 吃得出滑嫩抠痰的口感 接着我们再做个实验 看看抓多久 牛肉变抠痰 准备好三份牛肉 分别抓揉一三四分钟 抓揉的方法很简单 只是嫌麻烦 很多人不用 这真的太可惜了 然后将它们分别炒出来 从肉的外观上看 找不到有什么区别 先试吃一分钟的 很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三分钟的就好吃多了 四分钟的超级口袒 已经产生自变了 所以腌牛肉 一定要用手抓揉牛肉 最后再分享一下 炒牛肉的诀价 就是火大 牛多 动作快 这三点做到了 就能最大程度 锁住牛肉的水分 让肉片更加的滑嫩 具体到家庭中 怎么炒 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